清晨一场大火 林木街美食中心 15个摊位面目全非 随着这宫起床打开社交网站得知 就发生在芙蓉 立刻动员 堪灾关怀 做赤字行其实是蛮辛苦的 然后现在一场大火 就让他们整个事业要暂停 那个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每一个慈善团体 我们需要踏路去跟他了解 去看他有什么需要 是我们能力范围里面 可以帮助到他的 职工召集贪生展开造册 有了授监名单后 准备隔天的为文经发放 透过新闻了解职工住人 不分彼此 也不分种族 不分开 就像很害怕 好像很害怕 又不知道我怎麼說 好像一下子心很難過 很感謝你們 很感謝你們 我都會幫助 看誰有幫助我一定都會幫 支持你們,真的很感謝你們 我謝謝你們這邊的人很好 這樣我們沒有做生意 暫停要三個月 那個竹童那個 你們還沒有講到我想到我一定要拿 我要放錢,我會拿來給你們 我們不是說拿到這些錢 不是說很大,很有用 但是一點點的,雖然是一點點的錢 我們很開心,能夠有人關心我們 每份未問金都是愛心的匯聚 希望受接鄉親能盡快 恢復正常生活 帶一新聞,這是美志工葉寶貞 李星倫,馬來西亞報導